綜藝天后陶欣宜日前在他的社群平台貼文寫下 新店人出運了 是什麼事情讓陶子姐這麼開心呢 答案就在我後面 御龍城 就是新店人等了十幾年總算是開幕了 為什麼這麼期待他呢 因為他啊 佔地3.3坪 3.3坪 3.3坪 佔地3.3萬坪 是新北市面積最大的購物商場 所以有了他之後呢 新店的朋友不用再跑到板橋 不用再衝到台北市 甚至在台北市的木炸地區的朋友們 離這邊比較近還也可以來這邊逛 那這麼大的一個購物商場 裡面肯定是豐富啦 到底有哪些貴位呢 走囉 1 5 1 3 4 5 在正式逛之前呢 先讓大家有一些概念 這棟樓是地下三層 地上八層樓 那它的B2跟B3是停車場 不過從B1一直到四樓 這五層樓全都是成品經營的 那五樓是育龍自己經營 六、七樓是威秀影城 這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而在這個入口一進來 馬上看到的就是一個時下非常紅的咖啡餅 在門口一進來呢 馬上就看到的是本土的網紅咖啡店 咖啡印 你看一進來馬上就有好多人排隊 喝完咖啡之後呢 總是要漂亮一下吧 來一個美妝保養餅 保養完之後要幹嘛 要吃啊 太熱了才冰吧 Crimia 在這裡居然找到Crimia 想要吃日本的 日本的雙麒麟就在這裡 好不好 說什麼趕快來一支北海盜的 開玩笑 又是一家 又是一家咖啡門市 NX Café 欸有在喝咖啡的人都知道喔 這一家的總店是設在桃園虎頭山上 這屬於秘境咖啡寫的 那這等於是首次啊 首次進駐在百貨公司裡頭 蛤 抹茶送嗎 所以說是瑪布朗 莫布朗 我是抹茶 加上草莓口味 這樣一份總共是330塊塊錢 一樓還有香氛啦 服裝店 大家熟知的body shop 在一樓也有 那我觉得整个的空间 看起来是很宽敞 看到没 有没有看到泰迪尼尼 他是一只兔子 他是一只会打太极的兔子 所以他是设在一楼的正中心广场 泰迪尼尼呢 他是艺术家黄本蕊老师的作品 那主要他这只兔子的意境要告诉大家 虽然眼睛看起来是朦朦的 但是却是洞察时事 然后也充满了蝉意 看起来有点幽默感在里面 逛完一楼的心得呢 我的感想是在前广场的两个出入口 他们的摆柜设计呢 都是先摆了咖啡门室 然后咖啡门室的正对面呢 是来自于两家不同的日本双鞋饮店 我觉得他们很聪明耶 靠美食来吸引大家 一进去之后 就可以边喝边逛边吃边逛 这招我觉得蛮高招的 然后基本上一楼里面呢 不然是本土品牌啦 或者是一些国际品牌也都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从B1开始 刚刚不是讲吗 从B1到四楼呢 基本上都是成品在经营的 而这一回成品呢 光是在市区设计上的一个看点 你必须要从B1开始看起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这一回那有哪些很厉害的设计 它的每个楼层都有不同的主题 像B1它就叫做西 嬉闹的西 然后石去 所以B1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美食街 是否应该来吃 好香喔 西瓜 好香喔 这个是在这边我觉得很罪恶 好香喔 然后旁边呢 这个是猪忌 吃这个面食的猪忌 中药不彩 蛮特别的 这边有笑颠颠 哎 非常适合我 我要来笑颠颠一下 放纵一下 可以不不可以降一下火气 乱糟糟 好 弟弟好 真怕怕 我好像都应该陪哥他带一包回家 这蛮可爱的 这家店很可爱 它这个成品的经营从B1到4楼 他们应该会募集到目前会有250个摊位进住 所以我猜包含十一住行 育乐都会在这5层楼当中 好 这边的美食街 这一区的风格 就跟一般百货公司的风格差不多 每一家就是小小的摊位 像是有这个啊 小南门啊 韩式料理啦 这里经营的成品呢 是成品生活 并不是成品书店 那既然强调生活的话呢 从设计就会看得出来 在用餐区的部分呢 你看把你置身为在户外 或在花园的感觉 吃起来就心情相对轻松 另外挑包的部分直接被挑高12名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之上 用餐更没有压力 吃得胃更舒服 目前在B1的设计的部分 第一楼逛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去2楼 2楼的主题叫做战风格 在2楼呢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 野花园 它直接开辟了一个花园 那里面主要就是台湾海拔的原生植物 哇 好热 从冷气盲里面出来 很热 你把它想像是有点像是空中花园的感觉 但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如果你要懂植物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 到底这边有哪些台湾的原生种 虽然不大 但是这种意境我觉得很好 这里的野花园设计它是有含义的 比方说我们在2楼 它这边看的基本上都是野花野草 那3楼呢你可以看到是蕨类 4楼可以看到是高海拔的植物 所以每一个楼层都有不同的景象 然后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希望在读书之余 在生活之余呢 不要忘记踏入大赛 你知道吗 这里的成品生活呢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成品生活 占地有1.9万坪 是信义成品的1.5倍 那因为刚刚在那个1楼的部分 因为这个中坪稍微切割开来了 你真正来到2楼的时候呢 哇 再没有间隔的阻碍 走过来真的很大 你会体验到这里的成品 真的是很大 那到了2楼这个平台 要通往3楼 请记得一定要千万抬头看 这里的空中设置呢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美 而且非常的磅礴 它用圆形为设计 我觉得圆形它代表是无限的可能 所以你来这边 你会有无限的可能发生 然后超高12米 但我觉得它很聪明的是 它的最顶端呢 用的是镜子的反射 所以我觉得增加更大的空间 现在我们来到3楼 主题叫做镜 3楼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这边强调的是 青子 那在青子的部分呢 一定要有童趣 你才可以吸引小朋友嘛 所以看看这里 颠倒迷宫天花板 有没有 很酷吧 我们来看看 帮小朋友寻找一下 这个颠倒迷宫 里面暗藏了什么 这是什么 大野狼吗 小猫 嗯 在这个颠倒迷宫底下的范围 基本上就是青子馆居多 好 欢迎大家可以带你的小朋友来 尋找一下 在这个颠倒迷宫里面 还隐藏了什么样的角色在里 港式点点心 然后呢 泰式绕里瓦城 这里也有 我们先来逛玩 再来选择吃什么 好 三楼的部分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有一些运动品牌 比方说 这边有Nike Nike的邻居是New Balance 那Nike的对面是 Adita Adita的隔壁邻居是Fila 所以运动品牌在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四楼 是最后一个成品经营的楼层了 好 主题是光 完蛋了 光是楼层的 名称就很像不适合我们的 因为要读书 不适合 到了这边 灯光嘛 它就变暗 要让你开始沉浸在书香世界里 基本上我们要看书的啦 不是来看设计的 哇 我跟你讲四楼的成品 它这边直接给你挑高 30米 30米 然后采用的是自然采光的部分 所以你到任何的一个角落 因为光线折射的不一样 你就会体验到不同的读书乐趣 然后在四楼成品兄殿的最最最最最边边 那有两家餐厅 一个叫做巨巨楼 然后一个呢 是这个以巴色小笼包吻名的乐天皇朝 这里也有 吃完了 不想运动吗 想要被动式运动吗 来 投酷油 按摩 那我们来去五楼 五楼就是这个玉龙 他们自己经营 美好 这个楼层呢 就是玉龙自己经营的楼层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卖点 不啰嗦 直接就给你汽车 这一回强调的是油电车 有信息的可以来五楼看一下 然后 绝 吐司 有名的吐司 有名的吐司 直接引进过来 还有他们自己带领的家喻西服 这边也有 这边有啦 这边有五楼两瓶 那五楼两瓶它有分这个生活的部分 还有这个衣服的部分 一个楼承切三分之一 它这个五楼两瓶占地就有三分之一 五楼的三分之一 目前五楼旺下来呢 就是他们玉龙自己招商的跟成品比起来 这边的店家真的稍微比较少一点 不过虽然少了 强调的就是很大很大 不然上市保雅啦 无印良品啦 或是内空间很大 所以旺起来很舒服 不过还是有几个摊位 现在目前还没有进驻当中 当天日后啦 在进驻新来之后呢 五楼会更好逛 五楼逛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去来看电影 我们来去V秀影城 六楼虽然它说是这个V秀 不过目前还没看到影城 倒是先看到了ABC Mart 这个卖专门卖鞋子的 是一样有吃的 那分别是有重庆老火锅 还有麻扇糖 哇我们现在拍摄时间 其实已经是上午一点半了 但是每个餐厅基本上 对 大家是有多闲 今天明明就肥炸鱼 但都不用上班吗 都不用上班的 所以 虽然六楼是 V秀 但是是V秀经营的 美食部分 那真正要看戏院的就是在七楼 但是七楼有没有直接让你看电影喔 先让你玩汤姆熊 先让你玩汤姆熊 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可能你知道 有时候你来啊 电影没那么早你知道吗 等待的时间不如就去汤姆熊 然后总算到了啦 这是新北最大的IMAX影城 那在V秀的部分呢 它总共是有14个厅 2000多个位置 然后也是有新北最大的IMAX影城 玉龙城新店的开箱 基本上就到一段落 该看的我们都稍微看到了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 这个玉龙城的历史 那到底为什么要花了将近20年 才能够打造而成 玉龙城的历史要回复到1953年 当时的玉龙汽车 落脚在新店带动整体的工业 但到了1981年 玉龙汽车把生产县 移到苗栗县三亿厢 空出来的厂区 他们计划要改造成商场跟住宅区 在2009年拍板定案 就是玉龙城 而且还携手首位获得 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建筑女王 扎哈哈地来合作 要打造出台湾的新美学 当时的开发案分成两期 第一期是商住区 由三栋地上四十层楼高 地下五层楼所组成的 第二期是住宅区 同样是由三栋地上四十六层楼 地下五层楼组成 案子终于在2017年开始动工 原本预计是在2020年完工 只是这个新店人期盼的骄傲建案 却是一个命运多船 先是在2018年玉龙集团 董续长颜凯泰 他因为学到来辞世 隔年董事会对于这个开发案 就来个大转弯 商业区的部分 就不用原本炸哈哈地的设计 而且住宅部分 要先喊停 只开发商场 而住宅会喊咖 主要是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是整体市场性的考量 第二个周边的房市跟渔屋 还有点多 第三个是整体景气的关系 那最终就还碰到了疫情 风期跟装潢规划延后等因素 所以最后最后 比原本预定的开幕时间足足晚的 相近五年终于在2023年的9月28号 玉龙城新店正式开幕 我们从B1已经逛到了7楼 我整体的感觉是 第一个空间真的是很宽敞 但也可能就是因为太宽敞了吧 所以在动线上面我个人的感受是会有一点点不好逛 因为它这个贵位散步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广 然后有时候还要到最边边去 那重点是呢 它的整个楼层可能中间会有一个东西在 会帮你切割开来 所以要逛起来 我觉得你要有非常非常大的耐心 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毕竟它是你知道一个楼层 就好像这个坪数太大了 所以你要全部逛完一个楼层 就要花很多时间 更况你要从B1然后逛到这个7楼 所以要有时间要有耐心 看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 你一定很心动吧 那到底该怎么来呢 选择捷运是最好也是最方便的方式 那你们有两个站最近 一个是七张站 一个是大屏林站 那按照Google来讲 大屏林站稍微会近一点点 那如果你懒得走路的话呢 也没关系 你在大屏林站的5号出口 这边会有街幅车 平均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 那走路的话呢 不管是七张或者是大屏林 大幅大概在10分钟以内 10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到了玉龙城 那玉龙城这边有全全 全亚洲最大的成品生活 那当然有玉龙自己招商的楼层 还有喜欢看电影的这边有威秀影城 玉龙城的成立呢 除了带给新店地区的民众生活方便之外呢 它也带动了附近的房价 就有房仲业者统计了这两年 在新开幕或是未开幕的热门商场附近的房价状况 结果发现在玉龙城这边表现非常的亮眼 基本上平均每天都在交易一户 都一户可以交易 这是一个蛮不得了的现象 那这边平均的周边房价 已经来到了一瓶五字头 所以我想问问新店地区的朋友们 你们认为玉龙城的成立对你们来讲 是觉得是无限的骄傲吗 还是玉龙城成立之后呢 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隐忧在呢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聊天室当中写上来喔 但不管怎么样 毕竟它是一个全新开幕 也是一个话题性满满的商场 有空 请来走一走看一看 也欢迎你在聊天室当中写下你有任何的感觉好吗 感谢你的收看咯 这节开商就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